广告又增加一张 这一次出包的是艺人 刘湘慈代言的 传景超限定 明明就是食品 但是在广告里面宣称 六周里头就可以有效的减肥 广告这使用的减肥前后变身照片 都被卫生局认定是夸大不实 而统计也发现 上半年总共255件的不实广告当中 瘦身的广告是第一名 风胸广告第二 心血管疾病的广告 违规的见数也相当多 少一点 只要再少一点 瘦身广告找刘湘慈当model 强调用吃的就能甩掉肥肉 这句话却被卫生局盯上 明明是食品却宣称六周有效 广告已经触发 节目上继续讲 他不会说一下子让你打发 但是你绝对可以确信 你一定会受而起 同样有问题的还有这个 美胸糖号称 当时不代替药卜吃堆方法 能让罩杯升级 最后同样被罚 但这些广告话术 民众早就见怪不怪 有 会觉得很夸张 会 那这也没有买过 没有 新北市卫生局 上半年青茶违规广告 255件里 助求减肥瘦身的最多 占了三成左右 美颜丰胸居次 比例近两成 接下来才是心血管 及其他疾病 显示现代人爱美胜过身体健康 业者违法也要大灯广告 卫生局说 食品广告一旦宣称有疗效 只有不行 使用前后变身照片 卖产品也违法 民众得多注意 记者综合报